2020年韩国爆发震惊全球的N号房事件 许多女性甚至儿童 遭威胁拍摄不雅影片 回溯事件起因 发现是从手机通讯软体上的聊天室开始 而类似状况也在台湾真实上演 我有一届班上十个女生里面有四个小孩 接收过网路网友邀请拍裸照的讯息 那我就问他们怎么处理呢 其中一个就说我拒绝了 可是拒绝以后他还继续跟这一个人继续相处 因为他觉得没什么啊 随着网路使用年纪的下降 以及拥有自己的上网工具 即便家长和老师极力劝说 人手一击的背后还是暗藏许多危机 教学现场里面看到太多孩子 有的时候他们会觉得 你讲的这些案例跟我都没关系 我不会被骗啊 但是遇到那样的状况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去分辨说 对方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而绍兴剥削事件的加害者 多数透过网路来进行犯罪 近几年因为疫情关系 台湾儿童上网时数暴增两倍 又成为一项隐忧 儿蒙这几年调查发现说 有高达三成七的孩子 曾经对陌生的网友 透露出他的重要个资 在网路上你只要掌握 两到三种重要个资 就可以肉搜这个人 于是这个网友就知道 孩子是就读什么学校 甚至家住在哪里 像是姓名 手机号码 甚至是制服上的校名 一个隐私 个资的外泄 可能引发后续一连串 网路陷阱与危机 家长跟孩子又该如何 保护人身隐私呢 儿夫联盟30岁了 我们要办一个Kiss Ride 儿童权力的互动体验展 分别设置很多不同的主题区 那以隐私群来讲 有个角落叫做隐私双面镜 家长可以带孩子 一起来体验看看 平常在网路上面遇到的情况 还有哪些是你意想不到的危险 透过互动体验展 期盼提升社会大众 对儿少隐私的关注 保护每一个孩子 都能远离网路陷阱 平安长大 保护每一个孩子 都能远离网路陷阱 相估计